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碗中铺上笼布 放上切好的西红柿 还有切好的丝瓜 把西红柿和丝瓜里面的汤汁挤出来 用手使劲的挤压 切好后到碗中 泡好的木耳起来小冰 和丝瓜混到一起 放好炒好的鸡蛋碎 开始调馅料 一勺盐3克13香 一勺蚝油 再加一勺味极鲜 最后搅拌均匀 炒鸡蛋放了不少油 所以就不放油了 饺子皮是提前买好的 取一个饺子皮 把馅料包起来 像这样就包好了 包好的饺子放在笼屉里 浓水上蒸锅 蒸15分钟 蒸好后取出来 炒盘中 丝瓜线红柿蒸饺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美味 一点都不油腻 特别好吃 喜欢你就试试吧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